我以为就要肯定一点 他到现在 没有支持九号公司 我是觉得国民党做到 不公开支持九号公司 就很了不起了 给他掌声 毕竟国民党提名的是侯友宜 你对侯友宜的看法呢 我以为就要肯定一点 你也要肯定他 难得今天两个逆流 我当时要提名他 好几个月前 刚刚一提名的时候 我就说这不OK 但是在不OK里面 有一个我是肯定他的 他到现在 没有支持九号公司 这个是好啊 你不能说他有点模糊 我是觉得国民党做到 不公开支持九号公司 就很了不起了 给他掌声 台独理论大师给侯友宜肯定 那他就惨了 有进步 他在深海里面惨 但是如果这一步踏出去 国民党好好走下去 国民党才有在台湾生存的机会 地方选举连两胜都大胜 中央选举连三败都大败 现在看看第四败 当然第四败 当然 而且败得很惨 已经第三名了 不是败给民进党而已 败到第三名了 你觉得必败 你现在预测欲必败 那当然必败 这当然是一个趋势了 你觉得赖清德有没有冲上天花板的最后的一搏 还有就是说那个柯P他有没有希望 他有没有希望就是说跟这个赖清德 从作恶忘义真的是抢异了 抢到了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一遍突显的议题 某一个程度 他跟郭台铭一样 那郭台铭在这个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上面胡说八道 这一点柯文哲 毕竟从政比较久 这个问题比他有点闪 模模糊糊 那所以他在这个议题上面的尖锐 像这个郭台铭的这个胡说大道 他没有 但是这两个人霸气跟傲气都十足 这一点是类似的 那这个霸气跟傲气呢 使他们两个都开出一些根本 只要他的对手的阵营 能够针对他提出来的 所谓很正经的证件 在分析两个人都很惨 那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地方 就是说 他们两个都知道美国人想什么 也知道中国想什么 所以可以做中美之间的桥梁 他们两个都讲过 我是觉得郭台铭如果西卡都 当然是这个民进党是温赢的啦 如果撒卡都的话 苛批只要民进党站得像样的话 不离谱的话 苛批很难啦 因为刚才讲的用来检讨郭台铭的 用来检讨这个柯文哲一样呢 像郭台铭我很称赞他 他当时预测中美的贸易战很快会结束 对整个情势的评估一错再错 跟柯文哲也是一样 总是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 主观的想望 主观的想望 就把它当作真实 主观的想望跟真实差很多 人家两个都太霸气 都太自信 于是最后主观的愿望 就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因此判断都不准确 那这个是他们两个共同作点 我是觉得至少民进党 就这一部分应当 可以是一个很有利的攻击点 你怎么看赖清德现在目前的选举 是不是太保守传统了 以现在的这个情形 几个候选人各有优缺点 那也因此呢 所有的候选人要上去都不容易了 再往上不容易了 柯文哲怎么上去呢 那就会变成大家都不容易上去 那至于胡友宜会不会进入不下 我是觉得恐怕也有限了 这样下去啊 可能就是 就这个 这个基本盘 就维持在这个 对 机会比较大 对 当然有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爆发 那就难讲 或者的话 大概就维持这种 怎么灵略呢 就是 一个 一 一个 izin Ada